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首先什么是税 那么税是国家公权力机关 也就是政府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据税收法律制度 那么对纳税人的货币或者是物品进行强制性的 无偿性的征收的过程 这就是税它的含义 那么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下朝就已经有税的存在了 那个时候叫贡 上贡 后来到了西州时期叫负 负税的负 那么到了春秋时期叫正 叫苛正蒙于胡也 所以在古代历史上老百姓对于暴政 对于税 其实有一些消极的态度 苛正蒙于胡也 但是就目前咱们国家经济发展良性的一个态势来看 70岁 它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又造福于民的 比如说大家目前都能够感受到的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 比如说利比亚撤侨 那么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 高铁 高速公路的发展 比如前段时间刚刚发射成功的嫦娥5号这个滩月卫星 那么毛主席曾经设想的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阳桌边 航空航天以及海下钻探技术都有了科技的发展进步 再到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发展 原来咱老百姓去买这个心脏支架一个要几万块钱 现在国家集中采购只需要600块钱 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有赖于政府对于税收制度所进行的建设 对于国民经济进行的再分配 所以呢 刚才就是简短的给大家一起分析了 关于税的概念 它的历史 以及呢 它的现实意义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税收 它的学理的一些内容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学习到的这个税收制度 它还不限于是法学领域的概念 它更多呢 还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 税收制度又包括宏观经济学当中的 资源统筹配置的问题 又包括微观经济学领域当中的 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市场经济主体 如何就其财产收益 实现起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包括前段的政策分析 立法设计 再到运行过程当中的资源分配 这些等等啊 都属于什么经济学领域的概念 而我们依进法规啊 教材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要学的内容不过是经济学领域当中 税收制度里可以提炼为制度框架的立法设计而已 通俗点来讲 我们学的不是纯粹的税收制度 而是税收法律制度 税收法律制度 也就是说咱们学的是税法 目前在收的税种啊 国内在收的税种呢 一共是18种 咱们一进法规教材要求我们要掌握的就有11种 这11种都是跟建设工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 我们来看下一页啊 一会再翻回到刚才那一页 好 这11种税收的种类 那其中最基础的是所得税啊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值税 其次啊 它的重要程度 依次往下排的是环境保护税 那么房产税 车船税啦等等 所以这是这11种要求我们掌握的税种 从税收的大的分类来讲 它又分为五大类 分别是所得税 流转税 行为税 财产税 资源税 那么这里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它们就属于其中的第一大类啊 所得税 因为你有收入 你有所得 所以你来交纳所得税 那么到下一个呢 增值税呢 增值税是在市场交易流转过程当中的税 因此它是一种流转税 这是税收的第二大类别 那么第三大类别呢 是行为税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可不是说咱老百姓14亿人 咱都要纳环境保护税 不是的 是谁做出了污染环境的行为 达到了污染的要求标准 那么这个时候你来拿环境保护税啊 所以环境保护税是一种行为税 再比如说咱们很多学员 包括我 那我们北漂多年 后来在这个我们一线尝试买房安家立业 所以我们干嘛要交纳房产税 你买房要交纳房产税 因为它是一种财产税 那说我们房屋一间地屋一笼 那我当然不需要交纳房产税 因为没有这个财产 所以不交纳这个财产税 好 有所得税 流转税 行为税 财产税 还有一种这个类别呢就是资源税 以城镇土地使用税为代表 好 那具体的税的种类 以及它的分类啊 等我们把这11个税种都学完了之后 再做一个统筹的整理和归纳 现在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具体不再细说了 好 这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 关于11个税种的简单介绍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一节的开头阶段 刚才讲了关于税的基本的含义 我们就层层的就深入进去 刚才是从内容的角度 现在呢再从应试的角度 那么这一节啊 税收制度是从2018年开始 纳入到我们一件的法规教材当中 在以往的十几年的一件考试里 都是没有的 18年考了6分 19年考了6分 等到去年呢 20年考了7分 所以从这一节的角度 考察6到7分 它的分值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无论是从内容角度 还是从应试考察的角度 都非常的重要 好 这就是我们对这一节啊 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下面呢就按照教材的顺序 我们来逐一学习 首先呢就是1091的所得税 先来看企业所得税 好 那所得税的内容呢 其实有很多细碎的方面 而我们教材呢 重点提炼出来的 我给你提炼出来的是 包括四个方面 分别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征税对象 应纳税额 以及税率的问题 这四个方面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企业所得税 其实它的概念非常简单 基本上这个名字 都已经可以概括了 顾名思义 企业所得税 那就是进行生产经营 能够取得收入的企业 就其所得来交纳的税 那就叫做企业所得税 概念很简单 但具体来讲 我们来看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呢 他又是如何做出具体的 规定的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么这有一个概念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那么以下 统称为企业 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依照本法的规定 交纳企业所得税 这是2018年12月份 最新修订 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的 命令规定 好那其实概念很简单 那就是企业交纳企业所得税 对吧 但是他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不是用本法 什么叫不是用本法 就是他们不交纳企业所得税 好那不交纳企业所得税 那叫啥呀 叫个人所得税 我们可以来看这样一个区分 把企业做一个制度的一个框架区分 那就是企业 我们把它分为这么三类企业 分别是公司制企业 个人独资制企业 合伙制企业 那么针对公司制企业 又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来交纳企业所得税 那么合伙制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 叫什么呀 他们属于非公司制企业 他们来交纳个人所得税 那有个学生说 老师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对于我来讲 以后我要创业当老板 那我要成立 我肯定选择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呀 为啥呀 因为个人独资企业来交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多低呀 从3%到45%不等 而且所得税一般的税率是25%比较高啊 不能单纯从一个纳税税率的角度来看 企业所得税 纳税的公司制企业 那么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来承担法律责任 换言之 他承担的是有限责任 而合伙制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承担的是 无限连带责任 就比如说去年疫情最先受到冲击的行业就是餐饮业 那么很多中小型餐饮业 那么老板主要是成立个人独资企业 那疫情到来 企业覆巢之下安得完乱 所以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但是对于一些大型的餐饮制企业成立的是什么 是公司制 也许我这企业一年我的年营业额有一千万 但是我的注册资本只有一百万 好 我就以一百万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在比如说前段时间 这个万达集团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当时王健林在做个人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记者提出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他说王董事长 那么您呢 目前已经负债四千亿了 四千亿 说您打算如何来去偿还这四千亿的企业负债 王健林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没有负债四千亿 是万达集团负债了四千亿 所以你可见 如果王健林其个人 假设说他只是出资两亿元的话 那其实他只是负债两亿元 那另外的这个四千亿是什么 是万达集团的负债 如果到最后实在是资不抵债 企业无法运营的时候 你申请破产就好了 那怎么办 所以这是公私之企业 各位学员 如果以后有机会成立企业的话 肯定是优先考虑 承担有限责任的公私之企业 好那问题讲到这了 那对学生说老师 你这又联系到了法人 没错 在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讲法人制度的时候 那我们对法人呢 做了一个分类 法人分为什么 盈利型法人 非盈利型法人和特别法人 那法人跟这个企业 他俩又有什么关联呢 等一会再来看 一会再回到这一页来 我们先来看下一页 大家看这两个饼状图 就可以更加一目了然了 法人 我们回忆一下 他分为盈利型法人 非盈利型法人和特别法人 而企业呢 刚才做了区分 对吧 公私之企业 合伙之企业和个人独自企业 他俩之间有没有联系啊 有联系啊 中间的交叉 对于法人来讲 叫盈利型法人 对于企业来讲 叫公私之企业 他就包括两大类 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法人跟企业 他俩中间交叉的这一部分 这一撮是干嘛的 这一撮主体 就是要纳企业所得税的主体 也就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交叉的内容 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这个更加一目了人 比较清晰了吧 好 然后再回到刚才这一页当中啊 在这啊 你看 所以你看 公私之企业属于 法人里面的什么 盈利型法人 所以你可以这样 画一个等号 公私之企业 它就等于盈利型法人 然后呢 合伙之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 属于非法人组织 它就不是法人 更何谈是法人里面的 什么法人了 对吧 它是非法人组织 所以它纳的是个人所得税 好 这几个主体之间 这个关系就掰成明白了 对吧 好 接着往下说啊 既然啊 说中间这一撮主体 它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那么是否又对其 要进一步的再区分呢 要再区分啊 来看下一个 虽然按照教材的文字描述 直接说啊 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实际上这个主体 这个企业 它是有先后原环境的 这里的企业指的就是 这里啊 这一部分 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的 这个企业啊 那么它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还要再进一步做拆分的 那么居民企业又分为 在中国境内 依据中国法律来成立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华为 华为呢 是由员工持股 在其企业内部有三万以上的员工持股 所以呢 它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居民企业 还有一部分居民企业啊 是在国外啊 就是境外 依据境外法律所成立的 但是其实际的管理运营机构在境内 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二马 对吧 马云马化腾 就是一个是阿里 一个是QQ 阿里和QQ 他们在哪成立 都是在英国的开曼群岛成立设立的啊 那么在那设立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那是一个被誉为是自由贸易的一个天堂 在那里设立 那么有益于更大范围的吸收海外资本 更容易在国外上市 所以这是阿里和QQ 都是在境外设立的 但是其实际运营管理机构在境内 比如说QQ的这个腾讯的总部是在深圳 对吧 然后阿里的总部呢 是在杭州 但是目前呢 咱们国家在去筹备运营 在这个海南岛设立这个自由贸易区 实际上呢 就是想把海南岛打造成为类似香港这种 世界贸易的一个港口啊 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区 以后咱们中国的企业要再想进行一个 更加自由化的市场交易 你也不用去到国外英美去注册了 你就去海南岛注册 以后咱们去海南岛叫出关 好 这是居民企业 不用看这些背这些文字啊 你就记住这个典型的代表 华为啊 是境内的设立的居民企业 阿里QQ是在境外设立 但其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的 这都属于居民企业 还有非居民企业呢 又进行两种分类 第一类呢 是在境外 依据境外法律设立 其实际管理机构也在境外 但是在中国境内啊 设立机构场所的 这个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啊 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 麦当劳金拱门 他都是英美的老牌的 这个包括可口可乐 都是这个上百年的历史的企业了 对吧 但是呢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有一般这种商场的一楼 都有相应的这个门面 对吧 好 所以你可以做这个作为代表 那么往下呢 还有 比如说在境外 依据境外法律注册成立的 实际管理机构也在境外 但是啊 他在中国境内 并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就是他的机构场所也在境外 也就是他的收入来源于中国境内 比较典型的国外的一些 体育赛事的俱乐部联盟 还有一些以知识产权输出为主的 一些咨询公司 一些技术公司 影视的后期制作公司 特效制作公司等等 这些 他们所有的这一切人员呢 其他机构都在国外 但是呢 他可以跟中国有自由贸易 有这个合作往来 所以他也可以赚中国人的钱 好 这是他有来源于境内的收入的 好 这样的企业我们叫非居民企业 所以在这呢 呃 下一步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纳税对象 纳税的过程一定是单向的 是政府向老百姓民间 私民是主体纳税人来进行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好 那是你的哪些所得我来征收啊 不是你所有的流水收入都要征收吧 这里要明确征税对象 那对于居民企业来讲 他是就其境内境外所得都要来进行纳税 比如说华为 他在国内卖的手机 以及在国外卖手机所赚的钱 你都要在国内来纳税 比如说抖音 在中国叫抖音 在国外叫TikTok对吧 好 那境外TikTok的所得 你也要回国内来纳税 好 这是居民企业 那非居民企业呢 非居民企业主要是看你在机构啊 境内有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如果设立了 好 那就依据你境内所得 或者你在境内所得 但与你境内的机构 有实际联系的 这也要来纳税 如果你在中国境内 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 你更多是输出知识产权的 那就其境内所得来纳税 这是一个框架的 征税的对象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应纳税额 你的哪些钱我要来征税啊 来看啊 首先呢 我们来知道 它的总的额度是企业收入总额 每年度那你的企业收入总额 其实它的范围很广啊 你销售货物产品 你所赚的钱啊 这个收入 那么你提供老物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 我虽然不去输出物品 但是我输出的是老物 比如说我是一个老物派行公司 好那你输出老物 你的收入也要来进行纳税 那第三个方面 转让财产 转让的固定资产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技术 这都可以 要来纳税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收益 这也要纳税 利息 说我不进行生产经营吧 我把我的现金 我存到银行里 利息收入也要来进行纳税 租金 把我的固定资产 或者是我的进行融资租赁 我的这个租金所得收入 来进行纳税 第七个呢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比如说有很多 中国的一些老牌企业 驰名商标 他的一些直营机构 那当然是属于他的一个下属单位 还有些是非直营的 只是呢 我把我的一些商标 或者我的一些特许的经营权 我让步给你来进行使用 我这是特许权的使用费 再比如说我的一些专利 好 你都要来进行其收入的纳税 再有呢 接受捐赠的收入 说我一个企业 我接受另外一个企业的捐赠 那你也要来就其收入 来进行纳税 以及其他 好 整个这些啊 这些你都不用记 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是什么 收入 你的企业今年的总的营业额 总的收入 是不是就针对你企业的总的收入 我就一定要来去征税啊 你要去扣除相应的免税的事项 有哪些是免税的事项啊 首当其冲的 就是什么是不征税收入 有三个方面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财政拨款 我王力学给某位学员的钱 叫财政拨款吗 不行 得是政府给你拨钱 财政的费用 对吧 财政拨款 第二个呢 是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的 政府性基金 第三个 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不征税收入 所以这三个方面 考试的时候 经常考到 你只要知道 这些都属于什么呀 这都是国家的钱啊 国家财政的钱 这属于不征税 比如说我一个企业 因为我获得了 某一些关键领域当中的 技术突破 我创造了最小规模 那里的芯片 好国家给我奖励 50万元 好你这50万元 属于什么财政拨款 或者其他的政府性基金 是不纳税的 针对国家给你这50万 你就全部为各企业所有 不纳税 往下再来看 免税收入 不纳税跟免税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从属性来讲 还不一样 不纳税什么 就不征税 不纳税 就是你这个属性本身呢 它压根从属性来讲 就是不征税 而免税呢 从其属性来讲 我应当征税 只不过国家政府 给你一个福利 给你一些阶段性 或长期性的一个政策 说暂且啊 免税 好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啊 但是第三个 各项扣除 这个各项扣除 含义就比较广了 总体来讲 就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合理的支出 你的税金啊 费用啊 你的一些损失啊 支出啦 成本啦 这都包含其中啊 比如说我一个企业 我今年的总的收入是100万 100万 然后我有这个技术公关 我创造了芯片 国家给我奖励 比如5万块钱 这5万块钱不征税收入 对吧 还有2万呢 是免税收入 然后呢 我的各项的税金啊 呃 这个成本啦 合理支出是60万 那以及其他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亏损货的余额 原来我为了这个芯片的投入研发 我又投入了 比如说我亏损了多少呢 亏损了5万元 好 所以我要把这些都免除 那60加5 5 2 这是72万 对吧 好 我的企业的总的收入是100万 我扣除的是72万 那你的应纳税额是多少 是28万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 那么我们居民企业呢 纳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 所以就根据你这28万乘以25% 对不对 而剩下的28乘以四分之一 那就是这个7万块钱 我这个企业来讲 我有100万的收入 我纳7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当然我只是就这个金额举的是例子 那在具体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 金额可能不同 好 那这是应纳税额的一个计算所得 我们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税率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一般情况下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 而且教材当中也的确有这么一句话 叫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句话存在于教材当中 它是有先后语言环境的 所以它的存在是合理是正确的 如果考试的时候直接说 企业所得税率为25% 你可千万要小心 多选题 你就尽量不要选 单选题 你先看看别的选项能不能排除 因为这句话 它是一个太绝对的说法 因为一般 它只是针对什么 一般情况下 是25% 还有两个特殊的情况 哪两个特殊情况 分别是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特殊情况是 虽设立机构场所 但取得所得与其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 这两个特殊情况 它们的税率不是25%了 就是20%了 单独看这个文字 确实很拗口 对吧 也不好记这样你可以 给它划掉 不看它 直接看我下面的总结 你来看啊 居民企业 境内境外所得 你都得来那25% 对吧 你先记特殊的 那非居民企业 要么呢是 在境内没有设立机构的 那20% 要么呢虽然设立机构 但与其机构 没有实际联系的 20% 其他剩下那些 都是25% 就把这两个特殊的 记住就可以了 文字也不要记 看我这个图表就可以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 单独出现这句话 在教材当中是正确的 我的讲义里也是正确的 考试直接出 你要小心 要懂得排除 好 所以到此为止呢 我们其实就把企业所得税的 四个方面的框架内容 就都讲过了 纳税人 征税对象 应纳税额 以及税率 好 到这儿呢 我们还要就 相关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啊 再做一个总结 因为学到这一节啊 又法人了 又是个人所得税 又是企业所得税 又是企业了 很乱啊 我们结合第一章第二节 法人制度啊 前面所讲到的主体 再来说一遍啊 其实我们整个意见法规教材 讲的无外乎是跟 建设工程相关的 法律关系而已 包括什么主体啊 课题啊 内容 也就是权力和义务 对吧 而主体啊 它又分为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自然人呢 前面讲过 包括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人 限制迷失行为能力人 和无迷失行为能力人 而法人呢 又分为盈利法人 非盈利性法人 和特别法人 那到了其他组织 其他组织这里 又有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又有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啊 在这出来的可能比较早 其实主要在第三章 第一节赵特彪那 还有第三章第二节 总分包那里会出现 好 这是主体的一个分类 下面我们再把这个主体 跟企业以及跟大税 再联系到一块 我们来看啊 那么这里的盈利法人 也就分为有限和股份 这两类公司 那么他们也叫做是 公司制企业 他们来交纳 企业所得税 而个人独资企业 和合伙企业呢 虽然也叫企业 但他们是什么 他是非法人 法人在这儿 盈利非盈利和特别 这儿其他组织属于非法人 那非法人呢 他就纳个人所得税 还有哪一个主体 纳个人所得税 你再找找 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人 对吧 包括什么 已满18周岁的成年人 你我 我们都是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人 还有一串主体 叫未成年功 在第四章第二节 劳动合同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啊 就是虽然 他不是成年人啊 没有满18周岁 但是呢 16到18这一部分主体 是能够以其劳动收入 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 所以这也算是完人 对于完人来讲 他纳个人所得税 好 这些都讲了 有的选手老师 那联合体你没讲啊 联合体啊 他不直接来纳税 联合体 它是个临时性的组织 联合体是由法人 和其他组织 共同组成的 所以 他的组成 比如说一个联合体 大A 分为 小A 小B 小C 对吧 如果小A 是一个 呃 盈利性法人吧 好 那小A就纳 企业所得税 比如小B 小C 都是合伙企业吧 好 他们就纳 个人所得税 所以联合体本身 他不纳税 好 这就是关于整个啊 我们教材当中的 法律关系主体 我们就把它就做了一个 框架的一个讲解 以及他跟纳税啊 就所得纳税 这一部分一个关联 好 到此为止呢 关于呃 1091的 且所得税的理论 我们就讲完了 稍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相关的题目 啊 来看第一题 那么下列主体当中 属于企业所得税 纳税人的事 回顾一下 总体来讲是企业 但是刨开另外两类 对吧 就是个人 独资企业和合伙之企业 因为只有公司之企业 才纳企业所得税 呃 那我们就找一下吧 个人独资 合伙 这个不纳 对吧 呃 居民个人 纳的是个人所得税 这里有一个啊 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限责任公司 对于主体的数量 是没有要求的 你也可以一个人 成立一个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只要把你个人的收入 与企业的收入 你不要混淆就好了 啊 你能够区分得开 所以你也可以就其企业 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多人有限责任公司 都属于有限责任公司 对吧 所以泰莱纳企业所得税 答案是C选项 好 再来看下一道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下来纳税人中 属于企业所得税 纳税人的是 其实这个18年 它属于18年的真题 但其实这道题的 A型像私营企业 其实这个叫法 不是一个纯粹 法律意义上的 标准的一个名称 我们这里讲到的 私营企业 它指的是 包括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而且是这个非国有企业 但是私营企业其实是一个通俗的称呼 它不是个法律以上的一个称呼 所以其实这里属于 讲的其实就是公司制企业 答案选A 个体工商户 那个人所得税 个人度资和合伙 那个人所得税 好 那么本题答案选A 虽然A选项说法不太严谨 但是它是18年的真题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再往下看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依照外国法律 那么成立 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 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妥到此为止 我们判断出的属于什么 是非居民企业 对吧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肯德基 你可以在旁边标一下 你不用去纠结这些文字 就做出一些代表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或者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机构场所 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比如说 一些国外的一些体育赛事 国内 虽然目前来讲 NBA也可能转播的比较少 有一些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 对吧 但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一些相关的企业赛事 其实国内转播 都是要支付费用的 对吧 好 这些都属于什么呀 都是非居民企业 对吧 答案选择第四个 好 再来看下一道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下类企业中属于非居民企业的是 来看A选项 在北京工商局登记注册的 妥 最典型的居民企业 对吧 第二个 在美国注册 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上海 那就是中国 对吧 所以它属于什么呀 属于居民企业 C在美国注册的企业 设立在上海的办事处 这个是非居民企业 只是在中国境内有设立机构场所 第四个 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 那肯定是居民企业了 只不过是在非洲开展工程承包业务的企业 那也是居民企业 对吧 所以非居民的话就选择C选项 好 再来看下一道题 关于企业所得税法中 征税对象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A 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 都来源于境内境外所得 那肯定都得来纳税 对吧 再看B呢 B刚才一起说完了 对吧 C呢 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其机构场所 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非居民企业的境内所得 那肯定要在国内来纳税 为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你得跟境内有实际联系才行 对吧 没有说那不选 第五个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 其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与其有实际联系 刚刚说完 对吧 所以D不选 E选 所以啊 各位选 你们在做题的时候 你们可很明显的判断出 D跟E 它俩正好是矛盾的 非此即彼的两个选项 所以虽然是多选题 我们通过知识的角度 可以判断出那选 除了D不选 另外四个都选 对吧 但是如果从做题技巧的角度 D和E 你绝对不能够同时出现 正确答案 对吧 一定是非此即彼的 你选了D 你就不能选E了 因为他俩是完全相反的 两个表述 好 那本题过了 再来看下一道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下来收入应当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事 它的应纳税额如何计算的问题 对吧 那企业总收入都包括哪些呀 那有这个权益性投资收益 这个没问题 下面呢 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政不款 这都属于什么 国家的钱 它属于不征税的范围 对吧 所以呢 应当征的 那就只有A选项了 好 再来看下一道题 这个是不征税的 那不征税的国家的钱 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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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是吧 那D呢 是投资性的收益 E呢 接受捐赠的收入 这些都要来纳企业所得税 题目还是很简单的 对吧 好 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对吧 要纳税 要纳税 然后第四个 不纳税 然后这个呢 投资收益 要纳税 所以问的是不 所以答案选1和4 对吧 考试的时候 你看 下列说法 正确的事 错误的事 征收的事 不征收的事 可千万别弄错 别你把这个 每一个选项 你都给他判断出来 结果 跟题干不符合 人家选AD 你正好选了另外三个选项 那就浪费这两分了 就白得了 下列收入中 应当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事 这是去年刚刚考过的一道真题 看一下 利息收入应当来纳企业所得税 这个政府性资金 这是不征税范围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征税范围 财政部款也是不征税范围 所以本题只有A选项 好 再来看下一道 这个呢是考税率的啊 说下列企业所得纳税 主体是用25%税率的事 来看A选项 所有的非居民企业错 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他们有的是25% 有的是20% 记住我那个表格 对吧 所以A肯定错了 好在这儿 我再来说一句话啊 我说 把这个非字去掉 我说所有的居民企业 你选不选 你肯定要选 对吧 居民企业都纳25% 但非居民企业 有的是25% 有的是20% 对吧 你要看是否与境内有实际联系 有实际联系的 25% 没有实际联系的 20% 我把A选项做了一个改编 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做了一个延伸 看B 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 看有没有实际联系 与其有关联的 关联的 就是实际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 有关联的 25% 选不选 要选 看C呢 境内设有机构场所 但与其什么 没有实际联系的 没有实际联系的 就20% 对吧 再看D 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机构的 非居民企业 那也是什么 20% 所以本题答案选择 B选项吧 是不是 就刚才我加了那个E 就是所有的居民企业 那你是不是也得选 那就选B和E了吧 所以一定要 这个题的难度 要略高一点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 税率者 企业所得税者 的确是有一些难度 所以这应该说 是企业所得税 内容当中 难度最高的一部分 好 到这为止呢 关于1091 企业所得税的 基本理论 以及相应的 真题和练习题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个人所得税 有了企业 这一部分的基础 再来看个人所得税 就容易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